這個紐約晉月的天然氣疊成這樣 五年來疊了66% 國內的天然氣是漲價的 監察委員決定介入調查 今天中游召開了緊急記者會 他講的當然就是說 美國那個什麼晉月天然氣 跟我們買的是不一樣的 講我們的要... 要冷凍 還有運輸 就在永安那個海底下面 兩個大顆的 美國是貫線 美國就是產氣國 大概是這樣 我是沒有在買期貨 但是以我對 經濟學出錢的了解 紐約的期貨市場應該不會限定 只有美國公民才可以交易 應該是全世界都在買 所以中游第一個理由 顯然不成立 他是跟我們說紐約期貨市場 那是美國自己出產 美國自己用的嘛 所以想嘛 其他非美國公民不可以買 紐約期貨就對了 所以以後買紐約天然氣的期貨 是不是要先拿美國的社會安全號碼 去登記才可以買 這個不成立 第二 他說我們好 台灣用什麼JCC標準 JCC標準 跟紐約期貨到底價錢有沒有一樣 說實在我也不清楚 但是以我們對全球原物料粗淺的了解 一樣的東西 一樣是天然氣 有可能說紐約是這樣 JCC是這樣 有可能 有啊 因為蔡英文就是這樣 還是這樣 因為開票 那顯然就有問題嘛 對不對 所以一樣的天然氣 比如說一樣的黃金 會說這個南非的黃金疊價 然後澳洲的黃金漲價 除非南非是假黃金 才會疊價嘛 應該是 要漲 一起漲 只是說漲幅可能會有一點點落差 我不相信說 紐約的天然氣是漏價 日本的JCC的指標是起價 你告訴是我就不相信 其實很簡單 中油你今天根本不用解釋那麼多 你告訴我們你的成本是多少錢 我講過 我今天再講一遍 中油不管是油也好 天然氣也好 液化石油是燙的也好 你把成本都公佈給立委 立委 民進黨立委可以花一些錢 去簽民間的精算師 把價值算出來 合理的利潤該多少 比如說你中油該賺3%是多少 賺5%是多少 價值算出來給專民看 大家就知道說 大概是多少錢嘛 我們就一看就知道說 跟現在現行的售價 是不是合理嘛 很簡單的就是 你不用說到露露等 送你公佈出來就好了 好 是 很簡單嘛 中油今天出來 再說一遍 我認為你騙 你還要騙 沒關係 騙一天而已 全家 全家都會卡電話 大家都知道 這兩個前提 第一個 JCC的走勢是什麼樣 大家可以去查 第二 第二個 你中油有沒有 你的合約裡面有沒有用JCC 差了就知道 我覺得這個都騙不了人 但是一定要出來騙 一定要先過 再過兩三天 他就跟你說 這是雞腿跟什麼 好不好 他又另外一套的方法 我現在不說這些重點是嗎 他為什麼敢這樣子 反正我騙一次 不是啊 可是你也沒有看到JCC的走線圖 你怎麼能說他騙 所以我說 一天嘛 我們再去查就知道 另外一個 你是不是照JCC的再買 你拿出來看 對不對 人家就跟你說 你又沒有買布蘭特圓 你拿來拿去算機價公司 對 合約來看 我的意思是說什麼 也許JCC的線真的往上走 可是他是不是真的JCC 我剛才說的 我比較相信 我不相信說有一個全世界 大部分的市場走向 他會跟人家不一樣 這是政府說的 不可能 但是我要重點是說 中油為什麼敢這樣 我大家想想 為什麼 中油今天一套說法 明天一套說法 後天再一套說法 什麼跟什麼都跟你說 為什麼 我認為後面有馬虎 是誰叫他長的 是誰叫他這個樣子調的 是哪個政府欠錢欠到這樣 要說 不管那些怎麼走 就是要給老百姓 我認為這個後面 在決定這個價錢的 不是中油能夠拍板定案的 如果中油能夠拍板定案 照這個違背國際的走勢 帶到去換人了 我覺得是後面那個才是真正有馬虎的 才讓中油今天說 今天來講一套 明天來講一套 後來再講一套 是 我覺得侯老師那個問題問得很好 到底是誰讓中油這樣子 民進黨之前的時候 中油是動漲 中油剛好倒 沒倒 也沒有虧損 一樣有法定英語 為什麼馬英九執政之下 中油說他如果不動漲 就倒 恐嚇大家 我跟大家講一個結構性的因素 其實中油內部要不要檢討 除了我們剛剛講說 有剛剛我們順著觀眾的話講 剛剛有觀眾說 很多的瓦斯 這個背後有黨營事業的陰影 那這些黨營事業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話 選舉也不用花錢 這次大選和立委是很壯的 選擇也不用補一下 選前有的人吃 有的人擠七號 有的人收錢 選擇也不用補一下 第二點 中油 我只講中油就好了 中油這是自由時報記者說的 他說中油一年人事支出約250億元 員工數約一萬四千八百人 平均每位員工年薪 一百六十九萬元 平均每 如果年薪一百六十九萬元 換算每個月大概月薪十四萬 十四萬的月薪 鄭大哥 你知道我們之前有個數據 說台灣啊 現在平均三萬元以下 拿月薪三萬元以下的 三百五十幾萬 可是中油的年薪是一百多 一百六十幾萬 平均月薪是十四萬 我們從這個結構看 你覺得合理嗎 中油一天到晚跟大家說 或我不漲它會倒 沒有倒啊 如果說中油 國營事業不能夠肩負起平均物價的功能 我認為乾脆台灣全面油品自由化 否則為什麼 一樣中油在那邊壟斷 然後再配合一個台塑化在那邊 大賺其錢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不合理的現象 這些所有的成本其實是人民在負擔 是 許老師 弘宜 一個員工平均薪水一個月多少 十四萬 大概十四萬 副部長級 應該沒有那麼高 只是他要加年終獎金 他們年終比較多 年終我記得是四點六個月 對 弘宜 這個剛才講 副部長級 我們養一萬四千多個副部長 應該這樣講一個月薪水 大概十萬左右 十萬塊 所以你就一百二十萬 一百二十萬再加四個月差不多四十幾萬 所以等於是一百六十幾萬 對 我還不清楚說那退休金那個要怎麼算 洪姐我要講 我們前面都在講說 大家請他把合約拿出來 其實如果合約可以拿得出來 合約可以讓大家看 他根本就不用這邊什麼 今天什麼 蘋果跟西瓜 明天跟你講 講錯了 金蘋果跟西瓜 合約如果拿得出來 合約早就給你看 大家都閉嘴 乖乖交錢 對不對 合約很正常 所以非得漲不渴啊 你要吃下來啊 洪姐 這是最好說服人民的方法 就是合約拿出來啊 所以非得漲不渴啊 沒有啊 今天到處解釋 長期合約什麼異化 跟那個什麼不一樣 連話講得對啊 紐約天然氣是只買美國的天然氣嗎 期貨市場是什麼意思 期貨市場是講未來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他們都知道他們在講什麼事情 可是呢 他們就想要這樣騙 合約真的拿出來 什麼話都不用講 監委根本都不用出門 傳真給監委看 那監委看了就說 沒問題就好了 今天要講這麼多理由 就是合約沒辦法看 是 其實 天然氣要漲 還有一個事情 是電也要漲 請大家看喔 這是今天的晚報 說啊 針對油電反應成本漲價 台天說啊 電價之所以會有沉重的調漲壓力 主要原因在 應該是石化 他寫什麼 應該是石化 那個化石鐵燃燒 石化燃料價格大幅上漲 而且花電燃料跟購電成本 佔電位收入比重高達七成 也就是說 國際的價格大廠 原物料又去了 國際價格大廠 可能也是真的 不過我是說 這公文也沒問題 還沒問題 蠻英雄真的要負名經濟 要脫胎換股 你就從經濟部國營事業先 大刀擴護改革 你背心才有相信 沒有現在什麼富民經濟 根本就是富黨經濟 富家人的經濟 剛才在算一萬四軍的成本 再管哪一種 你真的能脫胎換股去改革 中油台電嗎 我看沒辦法 主任兄我是覺得你們要去問 問我到底股美公文是什麼年 我也沒問題 沒有 應該有副本還是什麼 有副本 這個一定要查到 對不對 對 這個一定要查到 對